跟1187的這個 感染人的結果 還會再公佈嗎 陸續我們會做基因的比對 那最後我們會全部 這些現在是未判定的 但最後會做一個結案的報告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當然已經有發了一個新的 一個 簡報 那這個新的簡報的內容當然是說 過去在市內認為他們是用6英尺 就差不多 我們1公尺半分 到2公尺之間 那是可以避免發生感染狀況 不過 他們根據新的證據覺得距離可能會更長 一些 那在這個所謂氣溶膠的狀況 也可能在空氣當中懸浮的時間會更長久一些 那所以在密閉空間裡面 他們認為當然還是有 機會會在即使距離超過1.5公尺 或是6英尺 還是有機會會發生傳播 1187為本國籍40多歲的男性為某航航的 航空公司的機師 那今年4月20日至4月22日執行至美國 4月25日機師專案裁檢是陰性 那5月2日 乘與1183搭乘同一部車道公司 那個案5月6日出現發燒的症狀 那請自行服藥 未救醫 5月8日 匡列個案 1183居家隔離的接觸者 那同日個案因發生的症 因為有發燒的症狀 那有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那今日確診 CT值16 是5月3號 6點半到8點 在台北福華飯店 七弦八 任愛路三段160號 那5月4號6點半到7點半 在縣勞滿南港店 是南港區經茂二路66號二樓之二 所以在情況 自己在這段時間有 這樣的 到過相關的 相關的時間點 有去過的時候 請做自我監測 那要監測到5月18號 陸屋代藥整個要來重新開始的時候 那必須對於這些相關的員工 這些所謂的一個防護的概念 可能要做一點訓練 那然後實地的操演 那至於是5月17號就要來開始 那事實上 他的員工可能要到14號 他可能要到14號 我們才是居家檢疫完畢 那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時候 大規模的回到 工作場所是不是適合 我們認為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可能是要分批分斷的 來做這個事情 那所以我們還是會盡早的 把他那個傾銷好 那陸屋飯店的話 好像下午交通部也會跟他們 再開過會 然後確實怎麼樣來開啟 這也要再進一步的討論 接著我們